苗栗縣財務陷入困境 公務人員的薪水發不出來 縣長忙著籌錢 北上向行政院求援 說這爛攤子真的很難收拾 苗栗有多窮 欠佔648億 光是一天要付的利息錢 就多達166萬 需要常將矛頭指向 劉正宏玩過火 是因為劉正宏主政9年 負債從202億飆升到648億 說現在口袋空空 什麼都做不成 但是被批評的劉正宏 不客氣的反擊 我想說 真的無能就下來 你不要 你何必做得那麼苦在哭 那麼容易做的事情 唯有弄了那麼多的這些金雞蛋 都要下雞蛋 有了已經在生了 那麼為什麼你不好好奇奇 把它讓它活化起來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 他認為他覺得是對的 這個每個人 每個人的思維 我相信這個 我們苗栗的鄉親 輕鬆都會拔持 我昨天看到他大陣仗了 到行政院去 還沒去就敲樓打鼓上 然後上去的時候 你一下就要紓困100億 中華民國有22個縣市 苗栗變成窮縣市 前後任縣長互幹互推責任 員工領不到薪水 積欠工程款 問題還是無解 接捧這名苗栗採訪報導 我們已經無解 百分之二 做到 網絡